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谨遵你的命令 陛下 李查尔 戴尔摩 跟我来 玛丽特上校骑上他的龙朝祈祷师紧闭着的门前进 足身 朝着门 开火 龙朝后面晃了晃他长长的脖子 发出咯咯的声响 他把脑袋向前伸了过去 朝双层木门喷出一股火焰 门一下子就着了 这层阻隔在几秒钟之内就完全失去了作用 扶身用后脚支撑直立着 用他短短的前肢推着门 门像是一块被烧焦了的普通木板似的 平平地摊了下去 到了里面 房间里已经是空荡荡的了 搜一下 一定有通道 必须要找到它 你们快点 快点 此刻士兵占领了这个祈祷室 他们到处搜查 试图找到这个通道 然而那倒下的门正好把活动的门的接口给遮住了 冒着烟的火炭和灰烬 使得地面昏暗不清 遮盖出了门的痕迹 在这个时候 待在大厅里的塔雷莎好像听到了狼嚎声 接着她察觉到外面有叫喊声 起跑而来的足提声 撞击声 士兵倒地的声音 肉体被撕碎的声音 野兽的低吼声 然后还有龙喷火的声音 越来越多持续而来的起跑 叫喊 碰撞声 一个传进时跑了进来 陛下 我们被袭击了 是一些骑士和狼 他们把我们包围了 叫格雷范指挥官用普特洛斯进攻 但是陛下 普特洛斯不在这里 什么 他累上女王怒气冲天 他的瞳孔因怒气而胀得通红 他让布雷斯转了个身 急速地冲了出去 立刻派一名传信使到伊格尔那里 告诉他 我们需要立刻用普特洛斯全速进攻 快去 好的 我的女王 如果我们没有武器支援的话 我们这样就离得太远 太分散了 我们应该重新聚集起来 塔雷莎看了一下眼前的场景 做出了决定 马上召唤他的龙骑士们 进入了教堂 布雷森 福尔妈 和我一起进去 就在这个时候 在那烟雾腾腾被摧毁一尽的祈祷师里 我发现了一些东西上校 戴尔莫叫的 是一个操纵杆 来 把它拉一下 士兵 玛丽特上校说道 他忽然感到晃动了一下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地下升了起来 那扇金属和石头制层的活动门尝试着开了一下 但由于被大门的重量和站在上面的龙给压塌了 装置卡住了 只露出一条十几厘米的口子 通道 快去找铁条 粗木棍 粗绳 快 快点 随便拿什么都可以 一切能够把它抬起来的东西 再拿一个类似钩子的东西 这样我就可以驾着龙把它拉开了